去年入冬以来 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爆出圈 形成了现象级的传播 带动了整个冰雪旅游热 去年这个冰雪旅游季节 据当地的统计 从11月份到2月份 来黑龙江旅游的大概是1.2亿人次 旅游收入达到了1千7百亿元 哈尔滨的旅游火爆 也带动了整个东北旅游 新移民等于说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 现在看呢 这个冰天雪地正在妥妥地变成金山银山 前几天我们刚刚公布了 春节期间的旅游的数据 这个春节长假 全国出游的人数达到了4.7亿人次 旅游的花费超过了6千3百亿元 这个呢只是仅仅八天 就是这八天长假的数据 如果说看全年的数据的话 那就更可观 我们去年统计测算了一下 去年全国国内游客出游的人数达到了 将近49亿人次 这个旅游的消费 接近五万亿 这个旅游的这种火爆啊 对于拉登内需促进就业 活跃市场提振信息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去年可以说这个文化和旅游事业 强势富足蓬勃发展 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正在发生变化 内涵更丰富了 要求更高了 可以说文化和旅游 诗和远方 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